一张冷漠脸被指撞脸王落单,有人笑她是面瘫,她却打败了一众花旦,成了好莱坞最火的韩国女演员,她就是裴斗娜,在30岁之前,她就已经合作了凤俊浩,普赞玉是知遇和这样的世界名导,还亲口拒绝过王家卫的邀约,裴斗娜为什么这么狂,因为她混不下去还可以回家继承家业,她的父亲担任韩国某大型健康,食品公司和副社长,母亲同样出身名门, 在嫁到陪家当逆了家庭主妇后,跑去做了舞蹈剧演员,但即便在母亲的熏陶下,做演员依旧不是裴斗娜的第一志愿,理由是她觉得自己不好看,长得高挑,但身材单薄,一张冷淡脸,完全没有明显那点明媚的感觉,但命运从来不是按照感觉走,裴斗娜成为演员的契机,让她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荒唐,19岁那年,她走在街上被一名模特经纪人看中,兼职模特的同时,还收到了韩版武艺, 也凶灵的邀约,片方让她饰演真子,本来就露不了脸,还现场给她出了一个钻电视机的难题,她销售的身材正好派上了用场,从42寸吃到了24寸,陪斗娜凭借最小的尺寸,打败了一众候选者,拿到了人生第一个角色,可她却不怎么开心,当时她还没有经纪人,只能让哥哥送自己去片场,结果到了午饭时间,导演给了陪斗娜盒饭 却说没有她哥哥的份,为此,20岁的陪斗娜在午夜凶灵播出时,特意没有去看,这对于她来说,是年少轻狂时又小的报复,然而没过多久,她就干了一件更叛逆的事让,王家卫深有体会,20岁出出茅庐的陪斗娜,就敢拒绝王家卫的邀约,你可能说她不识台剧,但其实,她是活得很清醒, 那时的她,刚刚出道,拍了一部青春片学校,一部恐怖片林,别说是代表作了,就连看过这两部片子的人都少,王家卫就是其中一个,她邀请陪斗娜来香港发展,这对于任何一个新人演员来说,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,但陪斗娜却认为,这样压力太大了,冥冥之中,她总有种感觉,自己做不好演员这一行,但老天偏要为她这晚饭,前脚拒绝王家卫,转身就遇上了凤俊浩,不过那时的凤俊浩, 还没拿奥斯卡,反倒是刚从大学毕业在片场打杂,当过赵明做过场季,熬了七年,才得到拍摄第一部院线电影,绑架门口狗的机会,陪斗娜在里面全素颜,出演了一位对生活彻底躺平的职员,两个谁都不红的菜鸟碰到面,变成了日后中午录的两个大佬,而陪斗娜不仅在这部戏中素颜,她在2014年拍摄到西亚的时候,还主动要求素颜出镜,被问及原因时,她说人如果生气眼睛会变死, 我生气的化脸也会发红发青,化了妆肯定会遮盖那部分的变化,并不利于演技发挥,哪怕因此被诟病,颜值,她也毫不在意,在与凤俊浩合作第二部《西汉江怪物》时,为了两个射箭镜头,她练习了三个月的射箭磨破了手指,与何志愿一同出演招潮梦之队时,训练到脚趾甲都掉了, 尽管名气上不如宋慧桥,金泰西这样的电视剧女主,但裴斗娜却始终有自己的坚持,她所做的这一切,都是出于对演员这个职业的尊重,毕竟她曾说,如果不认真演的话,会觉得是在骗人, 见面就让孔刘山自己巴掌的裴斗娜,有多离谱,孔刘震惊的瞳孔告诉你,她从未见过如此无礼的要求 虽然震惊,但是架不住裴斗娜,一直用好朋友的身份来要挟,最后只能轻轻地照做, 见过玩游戏上瘾的,还没见过矮巴掌上瘾的,此时的孔刘,已经猜出,裴斗娜的无礼要求,大概是为了完成节目组布置的任务,说什么都不肯照做了,没想到,裴斗娜的口味变得更重 这下孔刘已经彻底裁出了裴斗娜的目的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,裴斗娜的任务是让对方说出拜托停止吧 当裴斗娜苦恼该怎么做时,罗匹帝给出的建议是找一个好欺负的朋友,结果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刘 两人相遇相杀,也不是一时半会了,在孔刘介绍自己,在寂静的大海出演的角色时,裴斗娜一直在和金善应眉来眼去,让孔刘当场罢工 裴斗娜介绍自己的角色时,孔刘又故意拿出手机完,她问这是对我的报复吧 没想到,孔刘竟然当场承认 到后续,孔刘更是见缝插针的,夸自己帅,裴斗娜听了以后,直接烦躁地说快进入下一话题吧 谁想到影后和影帝在一起,是这么幼稚的相处方式呢